返老还童其实不是神话 英国这对兄弟年过四十 竟然不约而同 言行举止回到婴儿时期 他们重新学习说话 走路 完全失去生活能力 人生无常四个字 在这对兄弟身上 其实是最真实的写照 两个中年大叔苍苍白发 身体里却有小男童的灵魂 他是弟弟马修三十九岁 哥哥迈克四十二岁 两兄弟明明是中年大叔 但言行举止就像个婴孩 我的弟弟又小了 所以我可以带他们回来 我得了我的希望 母亲克里斯丁和先生汤尼 辛苦了一辈子 以为终于能够退休赏福 却没想到两个儿子 六年前开始返常 他们就像被魔鬼 禁锢在小孩的身躯里 迈克和马修 不再是成熟稳重的中年男 有兴趣的事物 全部回到学历前 拜托我们的生命 迈克和马修从小品学兼优 长大后分别在英国 皇家空军和海军 担任职业军人 就在人生的高峰期 兄弟俩不约而同 烦恼还童 住家厨房满是污垢 吃过的食物没清理 房间杂物乱堆物品凌乱 仿佛垃圾堆 一天一天生命倒转 直到他们已经 完全失去生活能力 他在吃烤鸡 我们试试他 必须要煮鸡 但他失去那种能力 去解释 你不能只能拿到一些东西 这部分的测试 这部分的测试 是显然的测试 比起前测试 它影响了全部分 所谓的白杂物 或者关键的关键 在脂肪中的关键 求医之后发现 返老还童现象 导音于脑细胞白化 这是极为罕见的 脑白质营养不良症 发病几率只有三十亿分之一 医师断言 再过不久 大脑智力将会衰退到生命原点 也就是说 他们会失去所有行为能力 迈向死亡 医师的预言 在另一个个案上应验 发病十二年的艾利克斯 早已失去自主能力 只能每天瘫在床上 无法吞咽 还得透过鼻胃管 才能进食 不到三十岁的他 生命只剩不到一年 迈克和马修的未来 很可能就是这个写照 我并不想想到未来 面对被宣判死刑 父母决定将兄弟俩安置在从小长大的老家 期望他们能再次透过熟悉的环境长大成人 从吃饭洗澡生活起居大小事 要求两兄弟统统得要重新学习 无奈事与愿违 两兄弟依然哭闹耍赖 不讲理 根本无法沟通 就在马修情况越来越严重时 他的女儿当了妈妈 亲亲宝贝孙子马修成了爷爷 但主孙俩的亲密画面 看来却有强烈的违和感 一家人的情绪百感交集 一边是充满活力的新生命 一边却像被宣判死刑的最后倒数 兄弟俩反老还童的故事 全球媒体争相报道 为什么努力一生在壮年巅峰 却一步一步要往回倒转 直到有一天 两兄弟都将慢慢倒下 生命的无常 人间的无奈 引人悲悯人 令人幸福